一個綠迪司機在公路下車與乘客爭執 其間被洗字的紅迪撞到 他頭部重創宋苑時昏迷 情況危態 事發的元朗新田公路 地下樓下一攤血跡 以及兩雙鞋 攝氏的紅迪右邊擋風玻璃破裂 事發是星期一凌晨2點多 五十七歲,綠迪司機 從天水圍接載一對男女前往黃岡 當駛到新田公路時 懷疑乘客不滿車速太快 與司機發生鎮執 當的士駛到馮吉鄉對開 司機將綠迪停在公路上的慢線 並下車與二十四歲姓黃南乘客理論 但隨後駛自己一架紅迪收制不及 先撞到綠迪右邊車尾 之後再撞到兩人 其中綠迪司機被撞到紅迪擋風玻璃上 再拋到地上,頭部重創 男乘客只是腳部受傷 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有專家說,公路車有多 車速又快 除非車輛著火或失去動力 否則應該避免在公路停車 即使要停車都應該停在路肩 開著壞車燈 以警視從後駛節的車輛 同時司機和乘客都要離開車廂 外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